防疫計程車隊從各縣市招募過來 負責接送入境旅客到防疫旅館 基隆移民運長也加入防疫國家隊 不過四號確定染疫 用確診計程車司機個案案一七二四零 年約五十歲 先前曾在上個月二十六號 載到臺北南港確診者案一七零六六 當時司機事隔三天 在臺北聯合醫院採檢為陰性 後來在三十一號又載到確診客人 案一七一六七 到桃園市 當時對方只有些微咳嗽症狀 三號確診為陽性 短短五天 就載到兩名確診者 根據瞭解這名確診計程車司機 基隆桃園都有租屋 租機相當單純 每天早上六點到晚上十點 從基隆往返淘基 除了基隆租屋 亞房 桃園也有 還有兩名同事 期間都未碰面 基隆市府針對後續相關疫調 還有接觸者匡列 等等防治工作 目前都在進行中 也密切關心和關切接觸者身體狀況 防堵疫情全力擴散 桃園機場疫情連環報 再傳有兩名機師飛美國線返臺後 被突破性感染 指揮中心也證實公佈兩個案 案17201 六十多歲男性 日前飛到安哥拉治 一月一號從美國返臺入境 雖然有打過兩劑AZ 但一月二號就出現咳嗽 發燒等症狀 檢疫期間採檢後確診 另名案17228 四十多歲男性 則是飛往洛杉磯 十二月三十一號回臺 他同樣打過兩劑AZ 但回國在檢疫期間卻發燒不舒服 趕緊要求快篩 最後成陽性確診 機師公會認為美國線日前碰上跨年潮 旅客人潮多 加上外站消毒不確實 恐怕都是導致機師染疫阻瘍 他們可能在防疫的工作上 並沒有像我們臺灣這麼的嚴格 就容易造成一些破洞或者是破口 就影響到整個的防疫 所以我們的紀錄人員 去到國外 尤其是美國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要特別謹慎 外站風險高 但緊接而來的春節返鄉潮也值得關注 因為預估春節入境旅客約有四萬多 尖峰日則落在一月十三號 十四號 十四號當天預估會有超過四千人 之後才會逐漸降低 指揮中心回應 兩機師突破性感染 在檢疫期就被揪出 沒有進入社區 但邊境壓力大 春節返鄉潮持續進行 面對即將再擠的入境高峰 國內能否成功守住 再次考驗臺灣防疫政策 在內新聞 周桂英 蔡春旗 台北報導